雙载骑士呼啸而過 但仔細一看 后座乘客手上 竟然拿着一把 三十公分西瓜刀 毫不避讳 直接在街头两刀奔驰 对 这台 这台 他们是双载 囂张行为吓坏路边民众 原来这两名双载骑士 刚刚持刀砍人 骑车逃逸 白白的这样子 扶在头上这样子 我快点插着 在堵 堵一堆灰 事发在十一号晚上 新北细止细万路 现场还留下两滩 清不掉的血迹 当时苏南在超商购物 和两名男子爆发口角纠纷 一言不合大打出手 王南从机车置物箱 拿出刀蟹砍杀 张南则在旁边出拳攻击 被打的男子 幼儿头遭砍十公分 鲜血直流躺在地上 两名嫌犯则是趁机逃逸 警方获报后立刻到场 沿路调阅监视器 终于在嫌犯住家逮到人 中方是不认识 被害人不出超商时 然后看了涉嫌人一眼以后 而引发口角 走出超商竟然就被砍一刀 幸好人没有大碍 只不过双方互不认识 却因为一时不满 持刀砍杀还嚣张亮刀逃逸 警方加一杀人未遂 以送侦办 记者黄义俊 林玉均新北参谋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